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被抓的原因可能与土地纠纷以及维权活动有关联 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于11月11号被捕之后 真正的原因以及被捕的细节外界一直不得而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13号的最新报道说 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光证实 警方在11号抓捕的28个人 其中就包括了孙大午夫妇 孙大午的两个儿子 两个儿媳等一些家人 以及一些公司的高管 截至到11号的下午上述的28个人已经释放了4个人 一位接近此案而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律师表示 虽然官方公告里没有说明 但是大午集团此次遭官方清算 与今年6月以及8月发生的土地纠纷有关联 根据大午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大午集团的员工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员工 因为土地的纠纷在6月21号到8月4号两次发生了肢体冲突 8月4号的凌晨 徐水国营农场的人员意图偷偷的拆除大午集团位于 郎武庄村的办公室遭到大午员工阻止 双方再度爆发了冲突 最后徐水区公安局介入数十位维权的大午员工以及村民受伤 孙大午在今年8月受访的时候曾经为员工叫区 他说 他说不知道公安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 非常明显的是在偏袒徐水国营农场 认为他们是国家的 其实他们是以国家名义谋个人私利的团伙 这样大的土地 上万亩的土地是几个人在垄断着 大午集团内部举行了一场八四请愿受难员工亲诉会 还组织员工以及村民等上百人到公安局请愿 最后又有39人被抓 上述的律师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 当地政府有派驻人员进驻大午公司 但是尚不能确定只是为了调查还是全面的接管 在11月11号的警方通报当中 仅说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 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如此简单的待过 前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在推特上为孙大午发声 说孙大午是坚持追求宪政民主有思想的企业家 遭中共专制暴政长期打压 大陆的暴力镇压达到了疯狂 前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 则在推特上质疑警方办案的程序问题 他说孙大午等人被抓三天了 警方对他们采取哪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竟然守口如瓶 不对外公开 刘晓元还感叹说 对比2003年孙大午被捕的时候 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奔走呼喊 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 此次几乎不见舆论监督的力量 截至到北京时间的11月14号的凌晨 孙大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话题 在微博上已经有超过2300万的浏览量 而一段孙大午在今年疫情期间谈论办医院理念的视频 也正在网络当中传开了 在视频当中 孙大午说 赔钱也得干 比如大午医院 医院挣钱是他的耻辱 因为他不缺钱 他办医院就是为了治病救人 今年66岁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孙大午 一直在构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他从36年前仅1000只鸡 50头猪的养殖场起步 发展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员工近万人 年产值超过30亿 孙大午继续盖医院设学校经营旅馆 他说大午集团不以盈利为目的 而以发展为目标 以共同富裕为归宿 在被捕的前两天 孙大午还发了一则微博 说人在高处有威严 在低处有底气 站位低一点才能看得明白 才能踏实干实事 我们永远是小人物在干大事业 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曾经在2003年为孙大午撰写长文 他写道 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 既鄙视权钱交易 又有敢于食言的勇气 既有经济资源 又有组织能力 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 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 从宪政民主的角度 呼吁政治改革 文章写道 孙大午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 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 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 北京迟来的道贺是怕压错注吗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围绕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争议仍然在持续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星期天的时候宣布胜选 而竞逐连任的川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 并且提出了法律诉讼 不过多国元首已经向拜登祝贺 事隔五天之后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首次向拜登表示祝贺 有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 中国外交部可能不太想太早的向拜登祝贺 以避免刺激川普在未来一两个月 权力仍未交接的时候 加强对中共的施压 也可能在全球围堵中共的形势之下 避免压错了注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五也就是11月13号的下午 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被问及近日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 以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祝贺拜登胜选 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回应表示 一直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 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 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同时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 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香港近会大学政治 以及国际关系学系的前助理教授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认为 中国外交部可能不想太早向拜登祝贺 以免刺激川普总统在未来一两个月权力未交接的时期 加强对中共的施压 黄伟国说从中共外交方面来看就是压住 可能在全球围堵中共的形势下 中国外交部避免压错了住 英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UGAW早前调查亚太区八个国家 以及地区以及欧洲七个国家 发现有36%的受访的香港人支持川普 台湾则更高达到了42% 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地 支持川普的受访者只有9%到12% 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则以六成的支持度领先 新加坡的支持度更是高达66% 黄伟国表示历经了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 他理解香港人以及台湾人对川普的支持 因为川普对中共强硬 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元首对中共的虚伪 更能够令台港民众得到共鸣以及期望 不过黄伟国认为 如果川普真的以法律挑战成功翻盘 没有连任的压力之下 川普对中共是否会维持现在的强硬措施 值得关注 他说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一致认为 中共是一个威胁的共识之下 拜登上台也不一定会对中共比较客气 香港自由党的荣誉主席田北俊 在星期二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 在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网台节目访问时就表示 他留意到川普的得票超过了7000万 比4年前的6380万大幅的增加 也就是说有超过7000万的美国人 支持川普采取目前的立场 他认为川普的影响力已经比共和党大 田北俊说他相信拜登上台之后 在对华问题上会比川普收敛很多 并且可能会逐步的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这样对香港的商界会有好处 田北俊估计拜登上台之后 川普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不过他认为拜登上台之后 会逐步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甚至可能取消川普政府 针对中国以及香港的制裁措施 包括制裁中港官员等等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人表示说 他不认同田北俊的推测 他以目前国际传媒披露的 拜登初步的内阁名单来推测 拜登团队的国务卿 国家安全团队未必会走亲中的路线 他认为不可以太早的判断 拜登上台之后 就会逐步的取消 川普政府对中港两地官员的制裁措施 中共大内宣升级 习思想无孔不入 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说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 中共宣传部门近日以 大量的舞台剧和纪录片 来歌颂习近平领导的大国战役 试图改写历史 掩盖武汉疫情的真相 而在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主导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下 中共在各个领域全面的灌输习思想 不但高等院校要推出习思想必修课 新闻人员也要必须通过习思想的考试 才能够领到记者证 此外 中宣部还向媒体下达指令 要求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 必须经过统一安排 不得擅自转载外媒 按照发言人表态进行统一的报道 中共为何不断的出台 严控新闻的规定要求媒体姓党绝对忠诚呢 中共对人民全面植入习思想 其背后究竟有何考量呢 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魏比周表示 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 必须通过习思想的考试 凸显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 中共对新闻舆论的管控 而且要求媒体必须为党负责 他说更重要的是 这个集中统一考试加的是什么呢 主要加的就是习思想 所以在这里除了原来的马克思新闻观之外 现在要加的东西就很特别 而这个还占了很大的比例 举例来说 考试的时候问什么是新闻工作的使命 以前的标准答案应该是 忠实的报道事件是新闻工作的使命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的答案应该是服从党的指令 党的指示 这才是标准答案 而不是负责忠实的报道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 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 必须通过习思想的做法 是北京进一步打压和钳制新闻自由的 又一个动作 他说大家都知道 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控制 已经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他还心不够 还要往下压 当西方国家在批评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 中共的官员的回答一般都是 我们有新闻自由 而且还振振有词 实际上 他们说的新闻自由是另外一个定义 那就是歌颂习思想 歌颂共产党的自由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为了保障这些 中国的媒体和记者 能够歌颂习近平 歌颂共产党的自由 因此要给他们加码 要考试 免得他们在发挥自由的时候出错 所以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是说 中共还是决议在整个人类地球村 把中国打造成为另外一个版图 就是整个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都有新闻自由 但是中共有它自己定义的新闻自由 要打上一个引号 这个定义就是习思想 就是共产党 这是他们所定义的新闻自由 除了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学习 并且通过习思想的考试以外 近日中宣部 中央广播电视台还通过了海量的影视作品和展览 来宣传习近平的大国战役 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魏比周表示 中共抗议神剧的作用就是对内麻醉社会 对外掩盖真相 中国战机赶超俄罗斯成为西方空中最大的威胁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说 英国智库发表了政策评估报告 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空军能力 以及未来威胁 指出中国在战斗机制造领域正在赶超俄罗斯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机发展路径不同 中国有传感器、数据链接、武器系统和隐身技术方面明显的领先优势 俄罗斯仅在航空发动机一项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的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 撰写的报告就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都广泛依赖苏-27的衍生机型 两国都在发展隐形战机 而且都发展多用途战机 他认为中国空军在部署先进机型方面领先于俄罗斯 报告说 中国在战斗机研发的大部分领域取得了对俄罗斯的明显技术领先 另外俄罗斯因深层次的工业结构和预算方面的劣势 一旦失去领先的地位很难再赶上 沈阳飞机公司制造的歼11重型战斗机是中国版的苏-27 中国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改进 包括大量的使用复合材料提高战斗机的推重比 报告认为中国新型的歼11D上安装了原向控制雷达 内设电子战装置具有更大的武器装载能力 已经超过了苏-27家族当中最先进的衍生机型苏-35 另外报告还说 中国的歼16也就是中国版的苏-30已经大幅度的有了改进 主要的改进由歼16安装了原向控制雷达 增加了复合材料 减轻了重量 飞机还装配了全部数字化和玻璃化的双座机舱 而且同中国制造的精确制导弹药匹配 还安装了新型的电光瞄准系统 这是类似于美国洛克希德的狙击手瞄准器 苏-30战机是在苏-27UB双座教练机的基础之上 发展出来的多用途的战斗机系列 增强了对地和对海攻击能力 中国媒体报道说 中国空军引进苏-30战机的背景 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空军由本土放空向攻防兼备型发展 要求具备防区以外的攻击能力 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的报告说 自2015年服役之后 歼-16将在十年之内替代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 苏-30MKK以及MK2 目前歼-16是中国最强的多功能型的攻击机 关于轻型战机报告说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歼-10战斗机家族 明显更加的有效更加的灵活 优于俄罗斯的老资格的米格29和米格35系列 另外省飞的歼-31隐形战机数年之后 可能会成为国际市场上西方以外的主要战斗机型 在高端战机方面 成飞的歼-20成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F-35和F-22以外的唯一部署的战机 报告说 在近后十年将制造数百架歼-20家族战机 那将是西方空中优势战机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 而俄罗斯的苏-57隐形战机尚未成为前线部署的武器系统 它缺乏隐身所需的基本设计特征 不过报告认为 苏-57仍然能够对苏-27家族战机的不足进行弥补 诸如在隐身原相控制雷达方面 报告还注意到了 俄罗斯在有原相控制雷达方面进展缓慢 有原相控制雷达的扫描周期比机械扫描雷达更短 可靠性更高 多目标跟踪能力也更强 另外 中国还在积极的发展多种无人作战飞机 不过报告作者说 由于中共严密的控制信息外透 很难对中国无人机发展做详细的评估 不过从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 另一件隐形UCAV超音速无人机 似乎是中国最先进的无人作战飞机 报告还预测 今后十年 俄罗斯可能会从中国进口传感器和导弹技术 报告说 俄罗斯政府要克服俄中军事领域的不信任 以及俄罗斯根深蒂固的高傲 以及对他们本国航空业的执着 布朗克认为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空中主要是面对苏联 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空中和地面威胁 但是从飞机和武器角度来看 中国研发的本土高端战斗机 传感器和武器正在赶超俄罗斯 因此作者认为 西方空中力量面对的主要空中威胁 正在发生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